那黃珊珊我認為我覺得民眾黨讓我覺得我坦白講我又噁心兩個字原因就是他們明明懂這個懂這個道理為什麼明明懂這個道理 柯文哲他的臉書畫過一模一樣的 柯文哲臉書畫過一模一樣的 柯文哲說我們不希望走那麼快的狀況 我們希望在某種程度上維持著他學歷比我好寫英文 我寫中文叫醫療量人 他一樣畫了一條線他說我們希望不要這麼快到醫療量的人慢慢慢慢讓他上去慢慢讓他下來 他明明懂 可是黃珊珊其實站出來說我就不要3加4我要0加7 那不是很噁心的一個政黨嗎 就是說你的黨主席然後你的老大是醫學專家 確實這張圖也是我認識柯文哲那麼久唯一有符合醫學水準的對話內容 因為是超陳其邁的 超陳其邁的 三週後才超 肯抄作業也肯定他的用心 可是你不能抄完之後要交卷的時候把它改掉嘛 對不對 就你自己懂這個道理就是我們不要爬升 我們希望3加4加減就是在某種程度上我們盡可能去誇 但是又不要影響社會運作 結果你黃珊珊出來講3加4 我覺得是很噁心的一件事 第二件事你柯文哲也懂 什麼叫做會有4萬人死亡 他推估是400萬人會確診我勉強可以接受 大概占20%左右的確診人數 400萬人我可以接受 可是4萬人死亡他算1%的死亡率 他就是跟美國一樣他是以美國算法拿美國來對照台灣 我這樣講 那為什麼不拿韓國 韓國是千分之一點多 我這樣講 韓國一季的比例是86.9% 二季是86% 三季是63% 台灣一季是83.3% 跟韓國很類似 二季我們是78% 也跟韓國很類似 略低一點點 三季韓國63%我們57% 我們正在緩步上升 我們很有可能衝到跟韓國一樣 可是美國聽清楚 他的兩季只有66% 掃台灣12% 他的三季只有30% 掃台灣將近27% 加起來我們兩個不在同一個量級上 我們台灣應該是重量級的選手 就你拿美國兩季66%跟三季30%的人 來跟美國比來推估台灣死亡率是1% 不對吧 我們應該死亡率應該算韓國的一點多% 而且柯文哲他是醫生 如果我是一般老百姓 我看到這個新聞標題說 我會嚇到 將死4萬人 我想說柯文哲是醫生 我應該相信他 我看到這個標題 那如果是以韓國算的話5200人 是不是差很多 差很多 而且另外一件事情 我再講一次 我們也算過這件事情 我們希望不要到5200 我們希望比韓國更好 所以我們上升幅度沒有像韓國 我們希望控制住不要像韓國那麼快 我們希望還是有3加4 維持在醫療量能以內 所以我們的不幸的死亡率數 可能從5200人再繼續往下降 降到 我知道 一例大家都不能接受 可是我們現在談的是 我們面對的是千年的天災 在這個狀況下 我們如何把災害減到最低最低最低 所以我們希望大家不要像韓國 我們不要爬那麼快 從5200 盡可能降 這樣一千人也好 這樣一千零一人也好 什麼時候會變到像韓國5200人 什麼時候會變到像美國 0加7就會變到像美國 對不對 因為你完全不管了 你直接讓它飆上去 所以我終於看懂民眾哪意思了 民眾哪意思是 你就採黃山山這樣擺爛的方式 0加7就會4萬人死亡 我懂了 可是我們不願意 這些都是我們的朋友 甚至包括我自己 我不願意嘛 所以我覺得噁心就噁心在這邊 我再講一次 他們明明知道什麼是正確的 可是為了跟陳時中唱反調 寧願講一個錯誤的數字 跟錯誤的政策來嚇唬 大家來證明他們跟陳時中不一樣 我覺得很噁心 0加7 這個以後一定有一天會走到這一步 這是慢慢開放 我們希望讓這個病毒 遇到輕症的時候 大家就跟它和平共存 以後一定要面對的 但是至少現在如果國家的公告 是三天加四天 或許有些人會覺得太短 甚至我自己也覺得有一點點短 但是我覺得予以尊重 因為它一定是一步一步要往前進的 所以你個人認為 0加7這個以快篩 以篩代格 這個速度好像走得有點太快了對不對 在目前現階段 我們那個確診人數還沒有衝到最頂點 再往下走的時候 基本上0加7的速度會稍微有點快一些了 3加4剛剛醫生也已經講了 年華也已經講了 就是說它是透過了專家會議之後得出來的一個結論 如果這一支病毒是這麼 在三天之內大概就會發病的狀態底下 那所以維持社會運作的最大量能 恢復最大可能性的正常生活 這件事情是我們現階段必須做的事情 那所以當新北跟台北都各自提出了自己的新方法的版本的時候 我其實覺得有一些政治考慮在裡面 因為新北跟台北從來沒有跟中央同調過 他們永遠都在走自己的路 那你走的路呢 如果合理也就算了 譬如說新北 我覺得新北不太合理的地方是說 當初 哇 好謹慎喔 我們要封城 該封就封 那這根一下子整個打開呢 對 然後 最嚴格的手段也是你喊的 然後現在最鬆的手段也是你喊的 啊 我們這個要以塞代格啦 我們就這個0加7啦 那所以 會不會太過極端啦 完全沒有這個中間走的這個過程 那很多人都說 因為雙北的這個確診 確診的病例數是最多的 啊 沒辦法啊 因為雙北人數多啊 可是你按照人口的比例來說 雙北的確診率 比其他縣市高太多了啦 也就是說你有沒有 想方設法 盡可能的壓低那個確診率 有沒有盡可能的 讓你這個縣市的確診率 是採取一個緩升的狀態 而不是猛爆式的那種生法的 這個市政府的作為極為重要 好 那台北的部分也是 台北的部分呢 不管是市長或者是副市長 他們兩位到底誰才是指揮官 也沒人搞得清楚 一下子市長 一下子副市長 而這兩位每天都在學習 印度神童阿蠻德 在告訴大家說 我告訴你喔 那個預測喔 那個會怎樣會怎樣 一下是700萬人啦 後來就縮到500萬人啦 然後今天黃珊珊接力啦 說這個五月初就會 台北就會什麼什麼五萬人啦 十萬人啦 不知道 如果你們把這些經歷 預言的經歷 都拿去實實在在的 盡可能壓低確診數的話 我覺得對於台北市民來說 會感到相對安全 而且 當你台北市在講以塞代格這件事情的時候 都說喔 台北市已經沒辦法 我們要先做這個醫護的這個 有一些特殊機構我們要以塞代格 其實中央的規定 以塞代格的醫護人員 就已經在做了嘛 所以新北才在講說 新北的這個侯友 這個不是已經實行一段時間了嗎 所以你台北市在狀況外 你在狀況外 然後一天到晚在那邊走不一樣的路 你當然會搞成這個樣子啊 字幕志愿者 sync和字幕志愿者